打疫苗几乎成为生活常态 美国民众现在可以再打第四剂 美国食药管理局29号批准 50岁以上或是免疫不全的人 施打第四剂莫德纳或是BNT疫苗 和第三剂疫苗必须间隔至少四个月 数据显示第三剂疫苗的效果慢慢下降 所以需要第四剂 美国机管中心也公布最新研究 在预防送急诊发面施打一剂交生疫苗 保护力剩百分之二十四 两剂交生虽然有百分之五十四 但远远不及一剂交生 加上一剂MRMA有百分之七十九 三剂的MRMA疫苗有百分之八十三 保护率建议施打交生疫苗的民众 可以追打一剂MRMA 消息一出 美股莫德纳29号股价大涨百分之四点三七 BNT也涨了百分之三点六三 第四剂疫苗开打激励股价 美国民众可能也希望经济成长 回到正轨 近新闻赖一红 王竹云报道